禮拜五的晚上 禮拜五晚上 我們沒有掛上耶穌是猶太人的王 今天早上師母說 我們現在要把猶太人的王 變成萬王之王 萬之之主 而師母今天就預備了這個牌 因為耶穌基督復活的原因 就寫上是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要看第一個 Easter Sunday 第一個活節的早上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就看看復活節 在這個復活的第一天 的星期天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聖節裡面大概是有四本 這個Gospel 有四本這個福音書 聖經裡面有四本的福音書 馬太 馬可 路加 路加福音 約翰 所以這四本福音叫做Synaptical Synaptical就是一個符類 類似相似的 而這四個福音 就被稱為符類福音 有人說這四本福音書裡面 第一本福音書應該是馬可福音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看馬可福音 第十六章 請將你們的聖經打開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第十六章 各位親愛弟兄姐妹請小心聆聽神的話語 The title of chapter 16 is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二十六章的題目就是耶穌復活 第一節 第一節 When the Sabbath was over Sabbath is Saturday 當安息日 而安息日就是星期六 所以這早上我會用英文和漫長文 希望我們能夠控制時間 當這個Sabbath day 正是禮拜六的安息日一過完以後 首先來到耶穌墓面前的是幾位婦女 The first one is Mary Magdalene The first lady is Mary Magdalene The next one is another Mary, the mother of James James the younger 小雅各的母親也叫做Mary 當安息日過座之後 當安息日過座之後 就是星期六的人 就是活泰拉的馬尼亞 和雅各的母親馬尼亞 他們一起來 So when the Sabbath was over Mary Magdalene Mary, the mother of James the younger James and another lady her name is Salome 當安息日過座之後 當安息日過座之後 活泰拉的馬尼亞和雅各 小雅各的母親馬尼亞 還有一位女士叫做薩龍米 Saloome probably is the sister of Jesus' mother Mary's sister Saloome大概是耶穌基督的母親馬尼亞的姊妹 So Salome has two boys, two sons the disciple of James and disciple of John 以撒羅米有兩個兒子 他就是門徒當中的 約翰和雅各 所以有人說Saloome是誰呢 Saloome可能就是一個 斯比泰的兒子 斯比泰兩個兒子的母親 Saloome 以撒羅米大概是一個西肥大的 西比泰的兩個兒子 西比泰的兩個兒子 就是剛才的 the disciples of James and the disciples of John 就是剛才所提及到的 信徒當中的雅各和約翰 所以你們看這個 three ladies 他們prepare 他們prepare spice 一些香料 so that they might go to anoint Jesus' body on the first Easter Sunday this morning around five o'clock 而安生日過了七日的庭文一日 這三個婦女一帶同一些香膏 去到這個墳墓 為了耶穌的身體去高祂的身體 verse 2 very early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just after sunrise they were on their way to the tomb and they have asked each other who were rolled the stone away from the entries of the tomb who were rolled the stone away 第二節 親日的第一早 第一日清早 出太陽的時候 他們來用墳墓那裡 比此說 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墳墓滾開呢 verse 4 but when they didn't look up they saw that the huge stone the stone who was very huge the large stone had been rolled away 第四節 那石頭原來很大 他們抬頭一看 卻向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the huge large stone has been moved 一個很大的石頭就被滾開了 verse 5 第五節 as they entered the tomb they saw a young man a young man dressed in a white robe sitting at the right side and they were alone they were surprised they were afraid 當他門進入墳墓 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 穿著法袍 就甚驚恐 and verse 6 the young man say don't be afraid don't be alone you are looking for Jesus the Nazarene who was crucified on Friday but he has a reason he's not here you see the place where they laid him you see the place the place 是如何讓耶穌的身體安葬 的 第七節 but go go tell his disciples and peter you can go to go to and call his disciples and peter he is going ahead of you into galilee and call them they are going ahead of you and to galilee and call them there you will see him just as he told you V.8 Trempling and bewilder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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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9 V.8 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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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摩达拉的玛利亚 外国说这个玛利亚是来自摩达拉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点是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这位妇女是这么重要呢 尤其是在復活节的头一天 所以你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更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提及了很多名字 《路加福音》第八章 第一节至到第八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八章提及了很多名字 《路加福音》第八章提及了很多名字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提及了很多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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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一位婦女叫素萨 還有其他的婦女 也包括小雅各母親在內 所以这些女子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 所以会有这些妇女就用她自己的财物去攻击给耶稣和门徒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第一个来到耶稣坟墓面前的 第一个来到耶稣基督墓前的人 不是他的门徒 不是一些其他的人物 摩达拉的玛丽亚 小雅各的母亲玛丽亚 耶稣的妈妈玛丽亚的妹妹萨罗米 沙罗米就是希比泰两个儿子的妈妈 沙罗米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妈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女子是第一个来到耶稣基督墓面前 为什么这些妇女就是第一个来到耶稣基督墓面前 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上帝的医治 因为他们都是曾经经历过上帝的医治 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上帝的爱 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神的爱 因为他们自己晓得上帝医治的能力 因为他们自己晓得上帝医治的能力 所以他们存在感恩的心 他们都是满有感恩的心 所以他们不但在十字架底下 他们站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底下 在礼拜五下午的时候 他们这群的妇女不单止在礼拜五晚上 在十字架底下陪伴 在礼拜天的早上 一开始今天早上五点钟 天没有亮的时候 更加在星期日的早上 天美光的时候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Gasper John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 相同的事情 你看相同的事情的发生 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相同的事情 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 就是Gasper John Chapter 20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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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per John Chapter 20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我们看一下相同的事情 就是发生在耶稣服务的那天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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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今天早上 七日的第一天早上就是今天 大概是五点钟 五点半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面前 他看见大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已经看到佛墓的大石头已经滚开 所以他就跑去见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 就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今天现在看约翰福音的作者 石头约翰 就是 还有就是 石头约翰 他就先找这两个门徒 他就先找这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耶稣从坟墓拿去 他就说 有人将耶稣的身体 在坟墓里拿走了 我们不知道耶稣放在哪里了 我们不知道耶稣放在哪里了 所以彼得和那个门徒就是 Apastor John 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石头约翰 彼得和约翰 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 所以彼得和约翰 而这个约翰就是 写约翰福音的书徒 就是从那里出了出来 两个人一起跑 他们两个人一起跑 但是那个门徒 那个Apastor John 那个约翰 跑得比彼得更快 但是两个书徒当中 约翰就比彼得跑得更快 他先到了坟墓 然后他低头往里面一看 他就一低头去望 他说西麻布还放在那里 他见到西麻布仍然放在那里 那就是果耶稣身体的这个西麻布 就是包着耶稣身体的西麻布 只是这个Apastor John 这个四中约翰没有进去 他没有进去坟墓 只是仕途约翰 并没有进去坟墓里面 所以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所以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他也到坟墓里去了 他就进到坟墓里面 他看见西麻布还放在那里 他就看到西麻布仍然放在那里 但是又看见耶稣的果头肌 他又看到耶稣的果头肝 没有和西麻布放在一处 并没有和西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外在一处卷着 所以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 就是Apastor John 就是约翰福音作者 使徒约翰先进去的 他只要一进去 他一看见 他就相信 他一看见坟墓是空的 他就相信耶稣的复活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圣经的意思 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 但是这两个门徒就回家了 我们看看摩大拉的玛利亚 那我们看一下摩大拉的玛利亚 这个摩大拉到底在哪里 而这个摩大拉 这个城市到底在哪里 摩大拉的城市究竟在哪里 你有的时候 如果看圣经的最后 最后的时候有一些图 你看到上面的加利利海 这个Lake of Galilee 在加利利的左边 就是在它的西边的话 那有一个最大的城 叫做加白龙 加白龙就是耶稣传福音的地方 也就是彼得住的地方 加白龙的下面就是摩大拉 就是它是在摩大拉这个城 正好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 这个小城 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背页 有很多地图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图里面 会看到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的左边或者西边 就有一个城市叫做加白龙 而现在的龙下面就是摩大拉 就是摩大拉 那个玛利亚 这个玛利亚名字 她名字叫做Mary 但是她是从摩大拉这个城市来的 而这个玛利亚 就是从这个摩大拉的城市来到的 耶稣曾经从她的身上 赶出七个恶鬼 她今天站在坟墓的面前 她今天就是站在坟墓面前 坟墓是空的 她在外面哭 她在外面哭 哭的时候 她低头往这个坟墓里看 她低头向这个坟墓里面望 她看到两个天使 刚才你如果看这个Gospel Mark的时候 她是指一个少年人 但是这里是两个天使 刚才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天使 有一个少年人 而我在这里看到 就是有两个天使 不管是Gospel Mark Gospel John 他们都在讲同一个事情 但是每一个人所看的角度不同 而无论是有魂福音 或者是马可福音 都是讲同一件事 只不过是不同的角度来看 她看到两个天使 她在这里就说 看到两个天使 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 在安重耶稣身体的地方 一个坐在前面 在头 一个坐在前面 一个坐在耶稣的脚 一个坐在脚的地方 所以这个天使很像人一样 所以天使就像人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有天使 到我们的教会 如果今天有天使 来到我们的教会 你大家还不知道 你可能是不知道 他可能就坐在你的旁边 他可能就坐在你的身边 你不一定要看到 他的头上有脚 头上有那个光 才是天使 你不一定会看到 这些天使 他头上是有光圈的 这两个天使 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就见到 两个天使 亲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上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天使对他说 夫人 你为什么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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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耶稣 拿了去 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耶稣 拿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身体放在哪里 摩达拉的玛利亚 这个玛利亚 从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从她的身上 赶出七个恶鬼的 这一个女子 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是被耶稣 在身上赶走七个鬼的 列玛利亚 他就转过身来 他就转过身来 他就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他就看到耶稣站在那里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他就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耶稣 他不知道是耶稣 所以耶稣复活的身体 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我也不知道 究竟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 是否跟以前一样 我根本就不知道 可能是一模一样 可能是一模一样 可能 摩达拉的玛利亚 现在是哭了 所以她的那个眼泪 遮住了她的眼睛 所以她不知道是耶稣 有可能是因为玛利亚 摩达拉的玛利亚 可能哭了 哭到连眼都看不清楚 就看不到耶稣 耶稣问他说 耶稣就问他 妇人啊 妇人啊 你为什么哭啊 你为什么要哭啊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你在这里找谁啊 你在这里要找谁啊 你是在死人中找活人吗 你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吗 玛利亚以为是一个看缘的园丁 玛利亚还以为 那个人是看缘的园丁 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就对她说 先生 如果是你把耶稣挪了去 请你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而摩达拉的玛利亚就跟耶稣说 先生 如果你把他移去 移去了就告诉我 他放在哪里 我再把他的身体拿回来 我要把他的身体拿回来 耶稣说 耶稣说 玛利亚 耶稣亲自叫她的名字 各位弟兄姐妹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好牧人认识我的羊 我认识我的羊的名字 我认识我的羊的名字 我可以亲自叫他们的名字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的羊也会认识我 耶稣说 你如果是属于我的 你一定认识我是谁 耶稣说 如果你认识我 你一定会知道我是谁 你会听我的声音 你会可以听我的声音 我们今天如果看圣经 就是在听他的声音 我们今天看圣经 就好像是听他的声音 这个玛利亚 一听到耶稣说 玛利亚 而这个玛利亚 当时一听到耶稣叫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了 他就立刻转过来 就用希伯来话 就用西伯来话 希伯来话 对耶稣说 对耶稣说 拉波尼 意思就是老师 夫子 耶稣说 你现在不要碰我 耶稣说 你现在不要看我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看我的父 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 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 你现在往我弟兄那里去 去告诉他们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也就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上帝 也是你们的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句话 耶稣说 跟玛利亚说 你去告诉我的弟兄 My brother 你去跟我的弟兄能讲 跟我的门徒说 你没有留意到 耶稣跟玛利亚说的时候 就说 你们要去我的弟兄那里 去 要告诉他们 所以你看耶稣复活以后 他跟这个门徒之间的关系 也已经有新的不同的关系 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 他的关系和他们的门徒 他的门徒已经不同了 耶稣说 你们不是我的奴隶 也不是我的仆人 You are not my servant 你不是我的仆人 因为耶稣说 你们不再是我的奴仆了 我今天在看你的时候 你不是我的一个仆人而已 我今天所见到的 你们不再是一个仆人 I call you my friend 你是我的朋友 我叫你们 我称你们是我的朋友 你有没有朋友 你们有没有朋友 你怎么对待你的朋友 你对你的朋友是怎么对待的呢 你有没有你的朋友 你有没有自己的朋友 你跟他在一起晚上喝一杯茶 你会不会跟他们一起 晚上喝一杯茶 你会不会跟他喝一杯咖啡 会不会跟他们一起去喝杯咖啡 耶稣说 我现在不再称呼你们 是我的仆人 耶稣说 我现在不再称你们是我的仆人 You are my friend 现在是我的朋友 既然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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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的事情我会告诉你 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告诉你 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耶稣对玛利亚说 耶稣对玛利亚说 到我弟兄那里去 到我弟兄那里去 我的弟兄 他是我的弟兄 他是我们的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我们跟他的关系也不一样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已经不再一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关系 我们通过圣灵 我们通过圣灵 跟耶稣接触 因为藉着圣灵 我们跟耶稣接触 有一个新的关系 而且我们有新的关系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他称为 You are my brother 你是我的兄弟 而我们的关系 像亲戚那样 就是说 是我们的兄弟 然后你有一个新的任务 你也会有一个新的任务 耶稣对玛利亚说 不要摸我 不要触摸我 我要去想他去见我的父 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 我的主就是你们的主 但是现在你要去 告诉我的弟兄 所以摩达拉的玛利亚 他得到的东西 是很少人经历到的 所以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他所得到的谷野 是很少人层 第一 他可以亲眼看见天使 第一 他可以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 第一个 他能够七眼看见耶稣的复活 第三个 他知道坟墓是空的 第三个 他知道坟墓是空的 第四个 他想到现在他的身份不同 他有一个责任 要立刻的 Go and tell my brothers 你要去告诉我的门徒 你告诉他们耶稣复活 第四点 他有一个责任 就是耶稣叫他们 你去 去告诉我的弟兄听 知道这件事 到底这些门徒 看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到底跟他们说什么话 到底这些门徒 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话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Matthew chapter 28 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二十八章 我们一起打开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二十八章 这就是great commission 这就是耶稣 在离开这个世界前 对他们的门徒说 我要给你们一个 最大的使命 你有一个责任 就是当耶稣基督 离开世上之前 第一个彼此同一个大使命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第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十六节 到底这个大使命是什么 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叫他的门徒来的时候 他说我要告诉你们 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们有一些责任 到底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经到离开世上的时候 吩咐他们的门徒 这个大使命是什么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十六节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加利利海 到了耶稣约定他们 我要在这个地方见你们 约定的山上 去到耶稣和他们约定的山上去 这个就是耶稣对玛利亚说 You go and tell my brothers 你告诉他们 I am go ahead of them to Galilee I am going to see them 我要在那里遇见他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和玛利亚所说的 你要去告诉我们弟兄听 要去到这个地方 要去云加利利海这个地方 他们这十一个门徒见了耶稣 很高兴了 就开始敬拜他 就开始 worship him 而这些门徒一见到耶稣的时候 就很高兴要拜他 但是然而还是有人疑惑了 还有人不相信 但是仍然还有人是疑惑的 不相信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Thomas 我不知道是不是Thomas 耶稣就进去来对他们说 耶稣就专前来和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兵 天上地下 I have given to you authority 我要给你这个权兵 天上的权兵 地上的权兵 我全部赐给你 耶稣就和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兵 我都赐给你 我都赐给我 父说神赐给我 现在我要教导你们 就是说 天父神已经将这个权兵 交给我 而我要赐给你们 所以四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在英文里面 做门徒是动词 所以在英文里面 做门徒 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个verb 是一个动词 不是狗 不是去的意思 我们中文是说去不是动词 而我们中文的翻译 去才是定义 所以英文有一种叫做 Goring 正在进行 所以耶稣说 我有这个权兵 I have the authority God has been given to me the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兵 上帝已经交给我了 所以耶稣跟他们说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兵都给了我 所以你们现在要出去 要出去 告诉这些人 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怎么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你们要出去 要告诉万民听 中文是万民 英文是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nation 就是世界各国的人种 不是只去找中国人 英文翻译就是说 世界各个人作为我的门徒 不是单止是中国人 我想说我们教会一样 因为不是只能讲中文而已 我怎样相信我们教会 一样不能单单只讲中文 各种语言 各种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教会 各种语言各种的民族都能够有机会 你怎样可以令他们成为门徒呢 就是直接出去去教导 从这个赠礼 你要借着受洗 你要借着传讲上帝的话 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受洗 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你要借着圣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受洗 凡我所福